唐王醋鱼 王志强大师是这道菜的省级飞夷第三代传承人 选用三五斤重的鲜活黄河大鲤鱼 将鱼处理 去心改刀 呈左七右八的牡丹刀口 加盐 胡椒粉等佐料 腌制按摩三十分钟 鸡蛋和水淀粉调成酥炸糊 鱼身拍上干淀粉 再均匀地裹上酥炸糊 三成油温下锅 将鱼定型 六成油温 复杂至色泽金黄后捞出 把调制好的糖醋汁 加水淀粉勾芡 放蒜蓉 浇热油炕香 推起泡撞 最后将糖蒜汁浇于鱼身之上 唐王醋鱼是浸菜的传统制菜技法 造型美观 犹如鱼月龙门的寓意 色泽金红 外焦酥 鲤鲜嫩 甜酸可口 黄河大鲤鱼 野生生长的鲤鱼 口感肉质鲜美紧实 好师傅将鲤鱼宰杀去腥腺 鱼身改刀 葱段 姜片 盐料酒 腌制20分钟 锅中加油 将鱼下入油锅 炸至两面金黄后捞出 葱姜蒜八角煸炒出香 加入骨汤 再放入调好的酱汁 放入鲤鱼 大火烧开 小火慢炖20分钟 即可出锅 用骨汤 香菇 冬笋 提香提鲜 黄河大鲤鱼色泽红亮 吃一口肉质筋软 真爱了 山西的奇怪美食 虽然它看起来黄邓邓 酷似小米饭 闻起来的味道 却很难说是香 山西河区 宝德 天关县一带的酸饭 其实是发酵物 将小米淘好后 放在酸汤里 浸泡大半天 再煮到七八成熟后 加入土豆蒸熟捞出 就变成了酸捞饭 锅中的汤就是酸米汤 农忙时节 吃上酸饭 顶着烈日劳动 不渴也不上火 好多粉丝朋友们 让我们改名字呢 怎么改 就是可以更好体现 咱们山西美食的 大家有什么高见 可以评论去告诉我们 一进家门 就痛饮几勺酸米汤 浑身无不感到清凉爽快 特别是在盛夏时节 别光吃才会的酸汤 人们一日三餐吃酸饭 消暑解渴 好胃口 这个太酸了 说起大同美食 不得不说浑原凉粉 据说浑原凉粉 也是李世民爱喝的 结熟小吃 浑原凉粉特点 就是清凉 滑嫩 爽口 拿在手上滑溜溜 吃在嘴里凉丝丝 以土豆粉为原料 制作凉粉时 取适量马铃薯粉 加入适量的铭粉 搅成糊状 在火上滚熟后 晾凉倒出成形 集成 浑原凉粉 配料讲究 除醋 蒜水 葱花 黄瓜 香菜外 还配以特有的 莲花豆 豆腐干 和辣椒油等 地道的浑原凉粉 以清而不腻 辣而不涩 火而其香 香而纯正的特点 备受欢迎 不仅看着令人垂涎欲滴 吃起来更是细嫩棉食 爽滑适口 堪称北越一绝 这个就是文喜竹饼 是啊 竹饼吗 你怎么炸呢 就是啊 对啊 我就是这样做的 想不想吃山西的文喜竹饼 竹饼并非用水煮过 而是一种油炸点心 浸南民间把炸叫做煮 文喜竹饼由白面 泥糖 白糖 蜂蜜 芝麻等料构成 它也不是饼状 而是鸡蛋大小的滚圆形 外裹一层脱皮芝麻 将竹饼掰开 便显露出外身内浅 色泽润亮的绿色皮层 和酱白两色分明的线心 竹饼色佳未美 不皮不粘 绵而不腻 酥而不杀 咬一口下去 芝麻的清香夹杂在松软的饼皮中 混合酥沙的蜜馅 不断挑逗着味蕾的极限 令人回味无穷 挺好吃的 又是一道很多山西人 没见过的山西美食 阳泉人偏爱糊涂 一碗糊涂下肚 一整天的劳累 都随着滋滋冒出的汗水 消散了 糊涂是用玉米面 或油麦面制作的一种面食 调糊涂是一项技术活 正宗的弧度就是先烧小米粥 放豆角 土豆 或酸菜 撒面也有讲究 撒面时 要沿着已经滚开的水面的外沿 转着圈撒 中间和边沿流出可以透出蒸汽的空间 撒好后 就盖上锅盖 改小火慢慢蒸煮 等锅里的水耗到只剩可以与撒进去的面粉均匀调拌时 就到了调弧度的工序 这时候最减功力 方法和火候不对 都会让做出来的弧度里有夹生面疙瘩 影响口感 端一锅热腾腾的弧度上桌 一家人围在一起 争先孔后 把筷子插进锅里 挖一块放在碗里 蘸上蜜脂辣椒 往口中一放 额头冒汗 口中融合着面与菜的香醇 美极了 世界面食看中国 中国面食看山西 欢迎来到碳水之都山西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 街上传来两三声要喝 人前摇山醒目拍桌 各位看官你心听分说 这江山风云碎月山河 道光前面没了多少时间传说 且看他口若喧河 衣裳有风尘 却原来是一位江湖说书人 那天山女子 独守苦生 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国人 那昆仑痴儿 疫情难分 谁曾想这一去再不相逢 这江山风云碎月山河 虾谷都长吹了多少时间坎坷 本就是浮屏牛子 挑我本不跟平水相逢 浪迹天涯 哇这就是我小时候最爱吃饭 哪个山西人看了这一锅热腾腾的焖面不流口水呢 焖面在长江以北的很多地区都有不同的做法 而在碳水之都的山西总能发现做法更加出彩 山西南瓜焖面又叫腾疙瘩 爆香葱蒜 放入豆角 南瓜 西红柿等菜品翻拌调味 倒水 莫过食材 焖煮至七成熟 放入面条 把面条均匀地铺到这个菜头上 屏幕前的你 不管是不是山西人 跟我这样做焖面绝对好吃 腾疙瘩要绝在一个腾子上 要靠少量的汤 蒸发的水汽 把面腾熟 为什么我叫这边 腾疙瘩 哇 这个颜色 从小我就觉得这个比焖面好吃 开盖翻拌 使面条 活满汤汁 至粘稠状 即可出锅 相比于传统焖面 腾疙瘩的面条 更加汤汁浓郁 劲道爽滑 粘片子 在面食和美女众多的太原 粘片子是一道极具地方特色面食 面粉中 加入超市送的鸡蛋 加水调成面糊 将提前煮熟的豆角 裹上面糊下锅 水开煮沸后两分钟 即可捞出 玉骨叶 茄子 三七叶 菠菜等 都可以成为粘片的主角 粘料是粘片子的灵魂 取两勺西红柿酱 加上蒜泥 花生碎 辣椒等辅料 面片沾上西红柿酱 面中有菜 光滑爽口 爱上了 关注我 带你寻找舌尖上的太原 糖醋丸子 山西人爱吃醋 用醋烹制的糖醋丸子 就是一道经典名菜 配其肉馅内加入盐 味精 花椒水等调味 搅拌均匀 加入鸡蛋 面粉 用单身的手打至筋道 锅中烧油 七成油温 下入肉丸 炸至外皮金黄捞出 锅留底油 边香蒜末 下入糖醋汁 待烧开后 淀粉勾芡 下入青豆和炸好的肉丸 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装盘 糖醋丸子 外酥里嫩 裹着酸甜的糖醋汁 味道真是绝美 关注我 带你寻找舌尖上的太原 给大家介绍一道 山西面食 粘片子 面菜结合的食物 让山西面食 又上升了一个新高度 粘片子 又叫粘尖尖 拖叶子 是把各种 蘸了面糊的蔬菜 放到开水锅里煮 但是 元老级的食材 是一种 用玉骨叶 做成的粘片子 是不是在家做到粘片子 蔬菜挂不上面糊 清洗后的玉骨叶 一定要瀝干水分 制作面糊也很关键 白面中加少量荞麦面 没有荞麦面 也可以打入几颗鸡蛋 少量多次加入冷水 最后一定要醒发半个小时 玉骨叶子 边蘸边下入锅中 煮熟的粘片子上 粘上西红柿酱 老陈醋 加上蒜泥 辣椒 让人百之不厌 再过去 玉骨叶 只是人们果腹的野菜 而现在生活水平提高 玉骨叶 却没有离开人们的餐桌 成为一道 民间广为流传的美味佳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